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沒見過了,不知道大家怎樣 我就答應了大家定期會上一上水證明自己未死 二來又要介紹不同的遊戲給大家呢 今星期我就為大家帶來了幾款最新推出又可以輕鬆的遊戲 又不如看看這幾隻遊戲你剛剛玩 馬上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最近有不少朋友都應該負能量爆燈了 不如今次由一款可愛及充滿希望的遊戲開始介紹 小時候,我想大家都有試過畫牆 如果你畫出來的東西是有生命的,又不知道會怎樣呢? Concrete Genie 入面,玩一對扮演一個小朋友 在一個一步步已經變得死值的城市畫畫 畫出來的不同精靈,會為城市再次帶來生氣 遊戲入面就沒有傳統遊戲的槍林彈雨 有的就只有活起幻想世界的精靈 戰鬥系統不算很華麗 但在城市入面,每一個地方都可以讓你畫畫 而每一個圖案亦都是你自己心目中的一個幻想世界 老套的這樣說一句真是可以洗滴心靈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幾年前 因為有很多填飾寶讓大家放鬆 今次的Concrete Genie 就有類似的感覺 如果你最近壓力大,又不想玩武力向的遊戲 不妨試試它 如果剛才那款泰溫文 你又想玩一些不用怎樣用腦又可以休息一休息的遊戲 Internal Blade 2 可能是你的選擇 這款不是傳統的大廠作品 亦不是日本、中國、台灣 而是泰國的作品 遊戲就像我們以前玩的典型橫向動作遊戲 有少量解謎,又有適量動作元素 堅填魔法永遠都是我們男生最喜歡的東西 加上遊戲中,有不少大家以往玩同類遊戲都非常喜歡的元素 例如爽快的打擊年紀、時間停止、Air Combo 等等 不算是很華麗,但就感受到製作團隊的誠意 老實說,我以前一直都很少留意泰國的遊戲 不過看完這部作品之後 我相信未來都要開始留意這個地區的資訊 我之前經常都會幻想同一個遊戲玩法 如果放在不同的國家開發 會有甚麼分別呢? 即是如果Dark Soul 這類遊戲 令被外國的開發團隊開發 出來的作品又會是怎樣呢? The Search 2 就令到我在題目上有點頭緒 一對一的動作 戰鬥的生存遊戲 時間的操控及Time Go 上都要非常留意 玩法如在骨幹上的確有些答數的影子 但遊戲故事設定在未來的都市 主角就是Cyber 令到整個遊戲在各種感受上都有不同的體驗 完成戰鬥之後會得到不同的強化元素 好啦,不同的戰鬥系統和風格 再加上多到有些誇張的血腥戰鬥場面 甚至是打多顆皮脫骨 全部都是喜歡未是遊戲玩家的愛好 加上BOSS戰中的戰略性 令大家對遊戲的感覺熟悉得來 又有一份新鮮感 另外一個遊戲的重點就是誇張的音效 特別是每一次對戰 成功攻擊或被擊中 生效方面都會做得非常突出 我就這樣說好像有點誇張 但若然你玩過上手就應該明白我講的是什麼 如果你喜歡未來世界的遊戲朋友 就記得留意一下它 射擊遊戲又不一定要玩COD 大家都知道BISS是一件事 Altivision 和它是一家人 所以不好意思 如果要看它的介紹 你看其他頻道吧 《大戰喪屍》是一隻非常經典的手機遊戲 它與IP遊戲Garden Warfare 其實都相當出色 遊戲就以系列的角色做主角 每一個不同的角色都有自己的能力 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Skin 方面有不同的能力修正 令整個遊戲的玩法變化更多 今集遊戲平不平衡? 又或者有沒有cheat 又有沒有buck 那誰知道嗎? 始終它是A1分子 這些大家都先預料它有 不過去到第三集 變化仍然是有的 喜歡玩四機遊戲 但又不想見到真槍 或者太寫實的朋友 我個人私心就好推介這款遊戲 經常有不同政見的朋友 又或者觀眾都會留下不同的意見 其實我自己都感到很開心 因為在不同的政見之下 我們都透過遊戲Connect 不過接下來介紹的這款遊戲 你可能未必喜歡 如果你看到這裏離開的話 我都覺得感覺沒所謂 早前我自己留意到一款 叫做《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s》的遊戲 這款是一款手機作品 手足是 quit 了自己正職去做 這款是什麼呢? 這款是一款文字的RPG遊戲 遊戲入面會出現不同的選擇題 令大家重新由運動之初出發 讓你去感受一下 如果整件事重新開始 你自己會怎樣選擇 遊戲當中每一個選擇都會影響到角色的發展 不過遊戲是因為敏感題材 以及當中有收貨的位置而被Google下架 本身遊戲課金位扣除渠道費 會獲得80%券給你升火 遊戲會不會重新在Google Play上架就未知 但如果你要下載的話 詳情都會有連結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這陣子還有不少遊戲 還有很多朋友問我 只是雲德羅買買得過 下星期我們這邊會有特別推介 到時再說吧 這陣子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去關心我的收入 或者我身邊等等不同的情況 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多個月以來的不利得氣 除了觀眾朋友們 當然還有不同的廠 說定了 接下來都會有不同的廠大大力懲罰我 希望大家到時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我是希治閣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